我到二頭,二百多號的人投訴,六頭,七頭,頭頭都投訴 今天我在六百二十多號拜訪全民的時候 有一位先生很誠懇地地上了一封信 他要我今晚一定要練出來 他是用英文寫的,我就用英文練一練 這是一個禮拜訪的禮拜訪 這是一個禮拜訪的禮拜訪 在六百六十多個禮拜訪 這早上我會做到我的道路的禮拜訪 他會說我會分享給你這禮拜訪 我們希望你能夠分享這禮拜訪 我會分享這禮拜訪的禮拜訪 三十四十多個禮拜訪 我們看到 三十多個禮拜訪 and roots leakings we also notice that the estate philosophic are is using the cheaper subcontractors to create our estate that is why we have poor environment the blocks in our area are really 26 years old but nothing has been done we do not know why our mp is waiting to make use of the money to change all our estate landpost to orange stain lights as well as the lights in our blocks we think this make no sense however these lights cause more crimes in our areas during night time we also noticed if our neighbourhood friends have problems to seek help from the resident committee, community centre or our MP the classmate member of the RCCC and even MP our MP members at the branches are very rude especially our community centre at Yung Chukang Dear Mr Yee, we hope you can be our MP for this kind of election we believe you can do better than the present MP if you will become our MP thank you and wish you good luck 成安東先生在這裡十年了 大牌六百多號這麼多問題他竟然不知道 外國勞工天天在樓下晃來晃去使得居民非常的憂慮 他們的妻兒他們的兒女晚上直規的時候被碰到危險 把電燈好好的光亮了白燈換成陰暗的黃燈 使得那些要犯罪的人更加容易來這裡犯罪 那邊的電梯已經老舊了速度都很慢 沒有人來管沒有人來理沒有翻新 這些就是陳漢東先生在這裡十年的成績 大牌六二四那幾座屋子好像走訪了很多居民跟我投訴 居民收到了Touch Couch 市政裡收了一封信 問他們要不要電梯翻新 但是裡面是有條件的喔 要還錢的喔 三百塊到三千塊 他們都奇怪了 三百就三百 五百就五百吧 三千就三千嘛 怎麼是三百到三千塊了 到底多少錢沒人知道 去問到達的時候沒人可以回答 耍弄手段 到底翻新是好是壞 兩戶居民很熱情的請我到家裡邊去 大牌二零五 到我去走訪的時候 那葉先生你進來看 我們這裡翻新了 裡邊多了一個小房間 外邊多了一個電梯 是好是嗎 我說應該是不錯吧 他說不行 我們的錢是白花的 他們付了十五千 一萬五千塊 得到的是什麼 水龍頭 他說是用便宜貨的 裝了之後 開馬不是漏水 就是開了之後不能夠關 所以他沒法子 把它拆了 換一個七八十塊的下去 那個舊的拿去給賣水龍頭的人問 這個值得多少錢 十來塊 請我今天看到了 沖涼房跟廁所 深藍色的那個磚 強磚 地磚 配的是什麼呢 可能十幾年前人家不帶要用的白色的那個馬桶 和那洗臉盆 藍看死了 他說 每天進去 大便不出 沒有七分 藍就被藍 白就被白 深藍被一個白 那是很奇怪 他去投稿社裡面問 怎麼搞的 他說 這個是HTB approved的 All the materials approved by the HTB We can't change it 你要換 你自己出錢才換 那是你家的事 天花板 有裂痕漏水 他說我花了十五千 換來的是這樣的翻新 你們要嗎 不要緊 翻新的那一年多兩年 苦不堪言 每天照陰 每天沙塵滾滾 為什麼呢 那些工人要進你的房間 要蓋個新的房間給你 小的房間 那麼要做你的廁所 洗澡房 工人一定要進你家對不對 不信怎麼做 Make sure that there's somebody at home HTB 每天 你家裡一定要有一個人在 如果兩夫婦都上班了怎麼辦 有一家人說沒有法子 我請我的親戚過來看 早上八點來看到晚上我上班 不然家裡沒人 工人不能夠進來裝修 進來了怕他偷東西 兩年就生活在這種 憂心重重的條件底下 但是還要付15000 你們說值得嗎 電梯翻新每一層都要停 那是政府的責任 是HTB的責任 HTB30年前起屋子的時候 他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他沒有考慮到我們是會老的 三十年後我們老了怎麼辦 現在問題來了 他們不但不承認問題 不承認錯誤 反而把這個錯誤加在我們的身上 要我們花錢來糾正這個錯誤 你說對嗎 對 因此 如果 我們SDA重選的話 我敢說 我們做得到的 就算暫時就在普通巴西 留神才在後港一樣 LIFT 電梯的翻新 每一層都停 每一層都停給你們 絕對是免費的 因為 高高色的錢也是你們的錢 你們竟然付了這麼多錢 有什麼理由 還要讓你們受苦花錢呢 我也可以這麼保證 只要我們SDA重選的話 同樣的跟普通巴西後港一樣 你們的雜費不會起 目前新加坡除了後港跟普通巴西 其他BAP的選區 雜費是一年一年的起啊 但是 有一點我不敢保證的 因為我不懂他會不會這樣做 給你們免費的午餐 我不知道到時 陳漢東先生會不會來這裡 分鮑魚分魚吃 最好他會來 接大歡喜 好吃嗎 好吃嗎 打瓶 很久不了 Audio 不同 當一定要